有关E-Day函数 E-Day函数在2003以前的版本是需要到争议集里面去开一个分析工具项 不过2007以后的版本 它就已经帮我纳进来了 E-Day函数 那这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体E-Day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奥运当天 那就是这个日期 假如这个日期 那如果说我要计算什么 奥运的那个前后三天的话 如果用标准的做法 记得标准的做法 一般如果你标准做法是 插入函数的时候 一般会先用Date函数先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Date函数包起来之后 它就会等于是产生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用Date来做 但是好像Date函数来做 非常的麻烦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奥运的后三个月的话 我必须要给它YMD 可是问题我只有一个日期 那你想说那我直接给这个日期吗 它不要 它是要你日期里面的年的部分 那怎么办呢 其实以前的标准做法是这样 你必须给它什么 YMD 然后把它包起来 那这个包起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日期里面的年部分帮你抓出来 OK 那月的话呢 一样嘛 曼时 一样怎么样呢 再去抓这个日期 也就是说以前的做法是比较相对的麻烦许多了 那不过呢 这样的做法是最安全的 因为它帮你格式化的结果 就是一个标准日期结构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可是问题呢 确定之后是同一个日期吗 那我要后三个月的话 其实就从这边去加三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计算 它实际上就是先把它解析开来 年归年月归月日归日 然后再去做计算 可是问题是很麻烦啊 这个这样子我变成我要用四个函数 我对着加YMD 这个四个 那计算就按确定 当然它算出来是OK 可是你想说那这样 底下这个后三 前三个月的话呢 那实际上就把这个公式贴上之后 把它变成什么 加了变减的比较好了 减三 前三个月 OK 那可是问题这样的做法 其实非常的麻烦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其实就是现在讲的E-Day E-Day函数呢 在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有一个E-Day函数 那它的做法怎样 按确定之后 其实呢就比较直觉 为什么 它跟你要两个东西就好了 哪两个? Star-Day 就是你告诉有个日期 Month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去计算的 月份有几个月 那我要三个月之后 那你就怎样 输入三不就好了 那E-Day感觉好像比较人性化 按确定 做出来结果呢 一不一样呢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Return回来是什么 它会是一个数字 那怎么办 没关系嘛 你就把这个数字 格式化成什么 日期 按个确定 OK 有没有 只是格式跟它不一样 不过你把它改成格式一样 那结果应该也是一样 那如果是 这个是后三个月 那前三个月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样 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 一样用E-Day 那这边Start-Day给它 然后 记得用Fu的也可以 Fu3 按个确定 这样就出来了 OK 所以相比较之下 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标准的Date函数来做 其实还颇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必须要用什么 Date函数 帮你做一个格式化 所以 如果你当然将来 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只能用这个方法 另外 特别注意 除了有Date函数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算时间 它的观念都一样 叫Thai函数 那Thai函数相对的 里面一样会有什么 在日期是YMD 可是呢 在Thai的话是什么 就是Hour Minisecond 所以它观念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要计算时间的话 记得要把它分开计算 所以很多同学 不知道这个观念 全部把它混在一起 结果一定算错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要精简一点 当然有E Day 可以帮你算什么 算月份的 可是问题来了 其实一般工作需要里面 可能有什么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最好能够像E Day 它可以帮我算三年之后 或者三季之后 三周之后 也许就是什么 年啊季啊周啊这种 那可是问题呢 在我们的ECEL里面内建的 有没有这个函数呢 当然是没有 OK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你就势必要自己去产生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函数 那你就变很麻烦吗 你可能要自己再去换算了 所以假如啦 如果说你要去算了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奥运的什么呢 奥运的三个月 不是三个月 三年这个把它改三年 假设我这边是要三年之后 或者是什么呢 三个季之后 三 也许这个地方 假设了 这个三 这边把它改成季 然后呢 另外一个什么三周 比如说我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也许前后三周 可以有一个周好了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子 那在我们的那个Excel里面 你插入环数啦 有没有一个叫什么 E-Date 然后最好是 也许底线Y 是我们的那个计算年 底线Q 也许是G吧 底线W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计算周的 那如果没有 那你就要产生 那因为之前有同学有问到 说老师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那后来呢 我就想办法帮各位把它变出来 所以后来我就写好了 所以因为这个可能直接来看会比较快一点点 你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找一下 在哪个地方 这边有个E-Date函数后面这边有一个叫 制定增减年纪周的函数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Function有没有 Public Function 这个是我们自己加的 那里面的话呢 有个E-Date Y 然后两个参数 那你可以把一个 这个头尾两个三个就这个 这个这个是制定那个计算年纪周的 你把它Ctrl C 底下当然有去计算什么 计算时间的 那你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拿来这边贴到你的模组里面 OK这边有了 那这个地方呢就会产生什么 插入函数 当然这个地方我是放在使用者定义 有一个E-Date Y 假如说三年之后的话 我给他一个日期 再给他三年 按个确定 不过他回来的话 一样会是一个数字 你可以预先怎么样 先把这边做一个日期的格式 他回来的话 就是三年之后的日期 那三季之后的话呢 一样 E-Date底线Q 然后呢 我一样给他一个日期 然后三季之后 三季之一样就九个月了 OK那这边也会出现 那三周可能会比较 比较不好算 不过你因为你要算七天嘛 七天七天 那这个地方 我已经做好了 一个E-Date底线W 那做法上面的话 就是日期三周之后 一样会Return给我一个日期 OK 那这个里面呢 到底怎么做的 我想使用上 应该大家都没问题 插入的时候呢 可以从那个什么 使用者定义里面去找 那我到底怎么做出来 基本上 程式就一行 就这一行而已 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 在插入程序的时候 一样是用Function 因为我需要在使用者定义里面会出现 第二的话呢 我名称叫做E-Date 底线Y 那我需要使用者给我两个讯息 比如说什么日期 也就是跟哪一天相比较 相差几年 几期几周对 最关键的地方 特别注意 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东西 叫Day at这个函数 因为这个Day at的函数 实际上它是VBA里面的函数 它是在VBA里面 所以你打个VBA 我看VBA点 点下去之后 在VBA这个大物件里面 它里面呢 会有个方法 叫Day at 其实有关Day的相关的函数 有这么多 它有个类似这样 Day at的函数 不过它多一个F Day Part 那这个Day at 因为我刚好看了里面的相关的说明 蛮符合我们需要的 所以呢 我就拿它来做一个改装一下 那里面至于 你想说那老师 那这里面我不知道说Day的这个函数 它到底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其实呢 以后如果你对于VBA里面的某个函数 不清楚也没关系 你要切记 习惯上我都会按下一个F1 在你键盘上面 如果你按下F1的话 它会帮你跳出在Excel VBA里面 内建的一个 有点像电子词典吧 有点像说明书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跳出来 不过上面有个什么附加元件 这个好像执行一下 它就可以比较完整 那里面的话呢 它告诉你什么 Day的这个说明 里面就是做什么 就是帮你传回一个 某一个 就是一个时间嘛 一个日期 那不过呢 特别注意呢 它需要传三个东西 Interval 是这个东西 Lumber 就是数字 Day 就是跟哪一个日期比 所以其实我是照着 它的那个说明里面 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那你想说 那个Interval 是什么东西呢 特别是要底下 这边有一个说明 有没有 设定底下 这边有一个就是 Interval 引述的设定值如下 有西元年 有没有 计跟 我只有用这个了 周嘛 还有 其实这边还有用到 那个十分秒 如果以后你要计算 那个十分秒 也可以拿这个来做了 那实际上 我只是参考它的说明书 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 Q的话是这个 Q是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 一周 好像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下面这个 WW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并且参照它的说明 我就把它做好 最后Return给谁呢 Return给它 这个一样的名称 它就帮我把 最后的那个日期 返还回去了 所以我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 一样很方便的 那个E-Day的相关函数 这个应该 各位应该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就把它贴到 白板上面去 如果各位有 之后有会用到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有关那个E-Day的 这个E-Day的这个函数 那至于就是说 在VBA里面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函数 其实当然有啦 你可以看这边有请参阅 有没有 那相关的 什么有关 这个跟日期有关的 什么E-Day的 有没有Date Parts 如果有兴趣同学 其实可以把这边的东西看熟 针对自己以后有需要的地方 去再变换出一个 你需要的函数 其实你的事情很快就解决出 解决掉了 OK好 这里的话呢 是另外多一个 那待会的话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Week-Day 这Week-Day 我想比较简单 就主要是什么 你给一个日期 它会回传给你一个礼拜起 那特别注意呢 那个 这个Week-Day部分 它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呢 在这边有个Week-Day 它这个Return Type 我建议你把它控下来 如果你今天给一个日期 它会Return回来 有没有 这边会有个数字 那特别注意 因为 我想你Week-Day 你就这样记好了 因为这个是 美国那边发 他们设计的 所以呢 他们的认知 跟我们认知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不太一样 我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一般的认知是礼拜几 礼拜一嘛 可是美国那边的认知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 礼拜天 OK 所以 如果旅政回来是五的话 请问 应该是礼拜几 对礼拜四 OK 所以你的观念 不要用你的观念 你看五 五就是礼拜五 不对 五的话是 美国那边认为 礼拜天是第一天 礼拜六是最后一天 所以如果你看到五的话 你就要这样算 日 一 二 三 四 所以这个应该是礼拜四才对 OK 按确定 那你如果不知道 没关系 按右键 出称个格式怎么样 你也可以再去把格式 改为礼拜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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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礼拜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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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用mins函数 月份一部 是不是同一个月 OK 那等一下有用到 那另外的话有关time部分 的计算 那这个time的计算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我这边有个截图 你可以自己在增加52秒之后 你要把结果做出来 如果用标准的做法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如果你这个时间对不对 52秒 那应该是什么 用一个time函数包在外面 hour把那个d 就是d3这个 就这个格放进来 然后dol点mini 再把它放进来 如果你要52秒的话 记得second 后面再加52 所以这样算 当然一定是标准 是做法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上面 这边也有一个 有没有 e time 我是自己写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你可以把它贴到你的那个什么 就是模组里面 会多出一个e time h e time m e time s 就是说你给它一个时间 它会retend给你一个 你要几秒之后 几个小时 几分钟 几秒钟之后的一个结果 ok 那这个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至于就是说那个时间部分 你想说 老师那刚刚你跟我们讲那个日期是一个数字 那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ok 时间是什么东西 其实在这里的话 你也可以用那个在time函数里面 不过time函数因为刚好10分秒 ok按确定 它会retend 因为我们用time函数 它格式自动会用那个时间 但是一样 如果你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是通用格式好了 按个确定 你想说 老师奇怪了 它怎么变成小数点了 ok 那为什么是小数点呢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根据官方说法 时间是什么呢 时间在Excel的内部 储存的资料 它就是从0到1之间 0.125 假设这样 然后把这两个 你看0到1之间 0到1之间的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我把0到1 中间间隔假如0.125 把这个范围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我把它变成什么 时间 按个确定 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是什么道理 它上午的 就是从上午的12点 为0就对了 然后一直增加 0.125 所以如果在0.125 0.25的话 也就是0.5 0.5就变下午了 那1的话呢 就变成又是上午了 不过呢 通常不会是1 它就是 到0.9999 趋近1的时候呢 变成0 它又回复到 上午的12点 也就是说 一整天 它就是从0 又回到0 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理解的话 那时间是这样计算 所以里面到底是放什么东西 是放个小处点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你可以再把它变回来 看一下就知道了 大概的观念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呢 在e-date函数 里面用那个 用那个date函数 加YMD做过一次 然后你可以用e-date函数 底下我们有 在做了就是奥运的 后三年 前后三年 我是只有做后三年 后三季 后三周 那你 我是在那个云端上 有放了那个 三个我已经写好的函数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再来就weekday 跟YMD 那另外还有time